臺灣鴻海集團在美國砸下百億美金設廠 開啟了美國製造模式 同時也引發了各界 產生對中國製造生存環境的思考 美國沒有一個獨立的LCD 製造一個完全的AK系統 我們會改變 臺灣電子科技製造龍頭富士康 確定未來四年投資100億美元 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建廠 主產LCD液晶面板 此舉有望降低富士康從亞洲工廠 運送大屏幕電視的物流和關稅成本 也給川普政府投下了一張信心票 洪海為了進軍美國市場 這幾年陸續地在墨西哥和巴西等地 做投資布局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降低產品 進入到美國的關稅和運輸成本 而且現在川普要把企業的稅率調降到15% 那川普他對企業態度又是相當友善的 再加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 所以對洪海來說呢 現在就是轉移到美國投資的最佳時機 製造業巨頭琵琶別爆 大陸媒體去年底喊出別讓富士康跑了 因為富士康上連頂級品牌 下接千萬中小企業 可提供150萬人就業 出口獨佔中國出口總額的5.8% 大陸已經給富士康開出了多種優惠 例如富士康鄭州廠獲得當地政府提供的15億美元的基建設施 還有各種配套優惠 不過川普上台後推動振興美國製造 美中雙方就向此時的兩極隔空較量吸引力 大陸的政治環境不穩定 經濟環境中災物過高等 這些定時炸彈還未排除 這些都是中共體制製造的劣勢 能享有富士康等級優惠的企業寥寥無幾 去年大陸玻璃大王曹德旺 也嚎撒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 高端製造業流向美國 低端製造業去往東南亞 成為大陸製造業逃生的方向 新唐人記者玲瀾 紐約報導